其实说句实话 最幸福最幸运的那个人是我 因为好朋友们看见我站在这都很正常的 谁也不知道在几年前的时候 我一边跟你聊天 一般的这个嘴角脸颊的流口水 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在16岁的时候 和妈妈外地去演出 晚上在宿舍睡觉的时候 闯进去一个疯子 拿着锤子四处乱砸 把我和妈妈打成脑龙骨粉碎性骨折 医生告诉我说 如果说我能跑到 能够自理的话 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刚才我说了 我们四岁的时候就认识 后来他们家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搬走了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然后过了大概多少年之后吧 我就听说了他受伤的消息 等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 是我19岁那年 正好我们团里演出 演出结束之后呢 我在化妆间里面卸妆 我的同事就找到了我 在旁边就站着一个人 没错 那个人就是他 他冲着我打招呼 他说他哎 大姐姐 我 杨爱心 就这么一句话 我就愣那了 不是说想不起来他 而是我瞬间 把眼前的这个人 和我的发小 联想到了一起 他们之间的变化 真的是太大了 小的时候 他是特别帅 特别可爱 特别阳光的那种男孩 而面前的那个人 在和我说话的时候 他一边的嘴角流着口水 手足无措的样子 就那一瞬间 我的心说不出来的感觉 就像堵了一块大石头 我就在想 我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但是当时我可绝对没想过 说以身相许呀 或者嫁给他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毕竟当时团里追我的人 也挺多的 可是人生真的好奇妙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稀了糊涂的 好像就被他给拿下了 其实当时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 说和他能谈恋爱 因为我自身的原因嘛 不敢去想 但我只是想 一直在默默地对他好 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就爱吃 我就总给他买好吃的 他爱吃什么 我就给他买什么 有一次冬天的时候 他说想吃桃子 完了冬天 卖桃子就太少了 我找了好多地方 给他买了三个桃子 我买完之后 就把它放在他褥子底下 我因为他看起来之后 只剩能吃 反正对他特别上心 只要是跟他有关系的一切 我都特别上心 其实说来也真的挺奇怪的 那个时候 送过礼物的人挺多的 但是一般都是送什么 花呀 首饰呀 一切都是那种 女孩子喜欢的东西 可能我性格本身 就大大咧咧的吧 我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只要是他送的 哪怕是一根肠 或者几块糖 我都特别特别的开心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性格特别开朗的我 竟然特别喜欢 和性格沉闷的他腻在一块 慢慢的我就明白了 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每天就是在幻想 幻想他向我表白的样子 有的时候我就想 他是旦夕跪地呢 是手里拿着鲜花呢 还是拿着两根麻花呢 这种种表白的场景 我真的全都幻想到了 可他就像个鱼木嘎的 还是每天做着那些 磨磨叽叽呀 就是对你好的那些事 嘴上从来不说 而我的性格 偏偏又不是那种 坐以待毙的人 这么豪爽的人 我真的受不了这种折磨 所以我就在寻找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这改革那一年 我们下乡去演出嘛 我就特意找了一个 山清水秀 渺无人烟的地方 我就给它框进去了 骗进去之后 当然女人该有的矜持 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我开始说到胡扯 比如说 你看今天的天好不好啊 他特别敢 就一个字好 我说你看这风景好不好啊 好 那你看我这个人好不好啊 这回呢 多了两个字 但就这三个字 扛着别度啊 都得有十多分钟时间 脸痛红的跟我说 挺好的 我一看有门啊 那我得再加把劲啊 吹热把脸 我说小子 你说你老大不小了 我这也该搞对象了 要不咱俩处处呗 就这一句话 话音刚落 这小子 这小子掉红就跑 哎呀 那跑得那个快啊 我整个人都懵了 当时我真懵了 我不知道这什么情况 是我真给他吓着了 还是说他压根就没喜欢过我 但其实我内心最担心的一点就是 你说他能不能不喜欢女人呢 我其实不是不喜欢女人 我挺喜欢你的 但是那天听他对我表白完之后 我这自己走在街上 心里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开心是因为我一喜欢他 他能对我说 还特别害怕 害怕的是就是家里的原因 因为跟妈妈扭完病之后 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花了没有了 欠了好多的外债 我想我俩在一起 我不能给他幸福 爸爸还有生病 再一想 我俩在一起 我病的原因 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 反而会连累他一辈子 我不能够不负责 我向他表白的时候 说实话 我没想过说将来他不能给我好的生活 或者有一天他真的病情复发了 连累我一辈子 这些我都没想过 可能有的人不信 但是我认为 不信的人足以证明你没有真爱过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也没有那么多想法 没那么多考虑 因为喜欢就是喜欢 爱了就是爱了 我看得出来他非常的担心 所以我就对他说 你有什么可害怕的 虽然我是个女人 但我永远都认为 女人一样可以努力地工作 女人一样可以赚钱 大不了 咱俩结婚以后 老公 你就在家负责貌美如花 我就赚钱养家 而且我认为 老天爷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如果咱们两个努力 生活一定不会比任何人差 我这好话多了一罗光啊 想尽一切万把这么往死了 劝的真的是这样 这傻小子终于向前卖了一步 我俩就正式谈恋爱了 真的 我俩就正式谈恋爱了